如何去评价一部好手机呢 什么样的手机才算是好用 那肯定是你买我推荐 我买我还要拉着身边一堆人买 去年发布的Vivo X100这个系列 我光是推荐给家里人和朋友买 都不下4台了 普通人买手机就3个点 系统流畅 续航长 拍照好看 去年发布的这么多手机中 对比下来好像真的只有X100系列 能让我这么放心推荐 标题我说的是吹爆 但咱也不是无脑吹 我们先聊聊缺点 再给大家详气唠唠 它够不够灭霸 X100Ultra外观其实没有太大变化 从X100Pro的一层云间改成两段过渡 稍远看着 还是区别不大 好处就是手机在保密期间 我拿着到处拍 也没有人能够发现 我用的是X100Ultra 坏处就是 贵了一两千块的Ultra 竟然没有人能够认出来 iQOO 12Pro我用了大半年了 曲面屏我是真的不喜欢 X100Ultra这个曲面和这个屏幕参数 我的回忆是不是跟我的X100Pro是同一块 虽然双曲面会优化手感 但我还是期待蓝场 赶紧跟进微曲屏 再者就是充电居然还倒退了 80W有线加30W无线 放在现在有点不够看 可能是电池做大的代价吧 充电我虽然觉得够用了 但就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开心 毕竟我这么轻薄的iQOO 12Pro都有120W呢 震动马达我不知道混没混 但体验下来跟X100Pro区别不大 没有小米式的Ultra和Find的XDUltra上的舒服 别的像什么卫星通信 锦翼T独有这些呢 虽说影响不到普通用户 但小米都是标配 我可以不用 但是你不能没有对吧 好了那缺点呢就大致说完了 接下来让我们好好的吹一吹X100Ultra 虽然发布会一直在强调这是一台 Vivo的首款相机 但咱先别整那些没有用的了 还是先看看手机到底好使不 我大概是十多天前呢 拿到这部手机的 那个时候系统还是比较早期的 但就算是那个时候X100Ultra 我也没有发现什么bug 系统相当的丝滑流畅 我这里就不点名某十字Ultra的某澎湃OS了 睁眼看世界吧 看看这丝滑的动画 看看这顺滑的系统 这就是为啥我能够把Vivo 放心的推荐给朋友的最大原因 今天篮场呢 像是对电池容量疯磨了 从上至下呢都给了大电池 我这个影像旗舰都有5500毫安 甚至都在传主打线下的轻薄手机 S19呢都会上6000毫安了 非常的离谱 给大家看看我用的这些天呢 亮屏基本是5个小时以上 还经常用它玩星铁元神这种非常耗电的游戏 折合算下来 充电一次 亮屏时间是可以达到7个小时的 要是不咋玩游戏呢 不在太阳底下用手机 续航可能会达到8个小时 可能我上一台是小米十字Ultra的原因 就让我觉得 这手机的续航真的太好了 出门都没有啥电量浇累 还有个问题 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些影像旗舰玩游戏 似乎都不太行 别的不说 还是说我这个十字Ultra 现在夏天到了 玩元神是真的烫呀 一烫它就会卡 体验实在是不行 那我也测了一下 X100Ultra玩游戏的表现如何 室温呢 也不高吧 29摄氏度 跑一圈元神 意料之中的流畅 手机摸着呢 也是温温的 只能说这个表现不差 但也没有超乎我的期望 每年手机性能宣称提升那么多 结果每年呢 都在跟元神对抗 得 现在又多一星铁 看来性能过剩 目前在手机上还是不成立的 那是我们 iPad的用户该操心的呀 前面说过 我不喜欢曲面屏 但这块屏幕呢 本身还是很好的 三星屏特有的通透性呢 在X100Ultra很明显 我看起来是比 小米14Ultra的屏幕舒服 不过这个时候 可能就有朋友杠了 啊三星屏的护眼那么差 那还舒服 首先呢 我不是频产敏感的人 真的看不出来 低频PWM呢 跟高频有多大区别 其次呢 微博罕见的给X100Ultra 用上了全局的高频调光 要知道这可是三星屏啊 爱库12PRO的高频PWM调光呢 可是挤了好几个月才推送的 现在刚好也给 同款屏幕的Ultra用上了 所以在乎护眼的 这个屏幕呢 也没有以前那么伤眼了 接下来就是 大家最期待的影像了 这手机呢 我自己是拍了几百张照片 并且还找来拍照 天花版小米14Ultra 降价后相当离谱的 翻的X7Ultra 来看看X100Ultra 是否真的能够灭掉忧伤呢 X100Ultra呢 这次主要还是长焦升级很大 85毫米刚好卡在 经典的人像镜头的焦段 并且还兼顾了长焦 B家都是四倍镜头 长焦呢 还比Vivo来得更长 就感觉这气势上就输了 长焦呢 就不可避免的数毛了 看看这个10倍的样张 感觉都差不多对吧 但小米呢 明显不如另外两台手机 不过可能就有人要说了 这是算法太好了吧 那算法呢 总会出错的嘛 那我们直接看取景框 目前应该没有哪家能做到 取景框实时动态 长焦算法处理吧 我们直接拉到30倍 你看小米反而更拉了 糊成一片了 禁止停车的车都认不出来了 明显是镜头的解析力不行 而OPPO跟Vivo的镜头解析力呢 真的很不错 路牌的字呢 都能够看得清楚的 拍完处理后 这俩同样很强 要知道这可是30倍哦 照片看着都不算太糊 放大后呢 差距还是很小的 这我就不说谁好了 你们自己评价吧 到了晚上呢 OPPO就没办法了 F4.1的小光圈呢 太拖后腿了 光线一按就切不出来了 只能用三倍镜头顶上 别说打Vivo了 连小米都干不过了 小米又因为镀膜太拉了 各种鬼影炫光啊 夜景真的是Vivo完胜 属于主战场了是 鼠毛时间结束 让我们来看点轻松愉快的照片 那就是小风我 嘿嘿人像 嗨仿佛又是Vivo的主场啊 但这次呢 OPPO跟小米表现同样非常强 三台手机呢 定的人像焦段都不太一样 我们都用了默认焦段和默认的眉眼 所以会出现照片焦段不同意的情况 但不太影响最终的呈现效果 OPPO现在比较追求真实的光影 虽然照片看着确实挺红的 非常的吉利 但确实还是还原了当时夕阳下午的样子 而小米呢 有点过于直愣了 不要给我拍的白一些 而Vivo呢 因为要略黄一点 看着更加真实一些 脸上的光影呢 要立体一些 正常光线之下呢 其实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取决于大家更喜欢哪种风格 自拍头破虚化 Vivo的抠图呢 目前还是有点问题 处理的不是太柔和 可能还要再等等后面的OTA 前面我提到的Vivo拍照好看呢 理由其实很简单 但蛮是Vivo的手机呢 它在几乎所有的场景下 拍出的照片都有一种 明亮通透清新的风格 不是苹果那种 硬拉宽容动 硬上锐化的照片 而是在真实的环境下 让照片变得更加活泼 跟OPPO跟小米的区别呢 很大 我觉得Vivo的照片呢 又更加贴近 普通人的拍照习惯 容易出片 不过Vivo呢 也是考虑到摄影爱好者的 搞了一个比较专业的 接拍相机模式 UI呢 就是照着相机设计的 模拟光圈 快门 ISO呢 都能非常方便的调节 用着真的很专业 要是Vivo能给我寄个 接拍手柄 那就更加专业了 哈哈 新出的黑白影镜呢 拍着很高级 如果你觉得自己 拍不出来好照片呢 不妨试试这个黑白 毕竟逼格不够黑白来凑嘛 最后说说录像 安卓录像最强呢 那可是发布会上都说了的 我们直接拿果子来对比 插影表Ultra呢 这次也有了后置全焦段杜比世界 总算是弥补了 差一百婆肉上的遗憾 拍一段考验 大广笔下宽容度的视频 你可以看到 Vivo无论是防抖 还是宽容度呢 我觉得都不输果子 甚至因为硬件优势 这种微距视频 iPhone是做不到的 不过录制中呢 切焦段没有果子丝滑 这个录像呢 我认为真的很好了 可惜安卓目前录像生态呢 太差了 果子有第三方的专业软件 有数不清的配件 还有专业的log模式 安卓录像呢 要是想完全的超越iPhone 还是得关注整个生态的搭建 X100Ultra呢 已经打好基础了 我还是很期待 后面有更多的生态配件跟上 最后来个总结 Vivo X100Ultra呢 足够灭霸吗 我认为在影像这块来看呢 是没有问题的 全场景下拍照都小声对手 加一起 那还真是实实在在的领先 就算是有着曲面屏 充电这些问题呢 但这一代全完美了 那下代咋个升级呢 X100Ultra的缺点呢 或者说是不足 可能不是手机本身的问题 它的产品力 我觉得符合期待 但关键是价格 这个时间段的价格 别家旗舰手机 都已经跳了到5000了 甚至还有干到4000多的 Vivo这才刚开始卖 还是要等到这个月的月底才上市 太晚了呀 真的有种生不逢时的感觉 但这个等待 大家觉得值不值呢 我一直觉得手机好用 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现在有朋友问 我想买一台6000块钱的 国产高端机 我还是会推荐Vivo或者是华为 Vivo我不用担心手机好不好用 至少那几个朋友家人 还没有跟我吐槽过手机的 华为呢 接收度更高 连私人售后呢 都不用担心 图个省心吧 好了 VivoX100Ultra呢 我的观点已经讲完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或者是要补充的点 欢迎弹幕评论区互动 我会每一个都看的哦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可以一键三连加关注哦 没有关注我的 晚上爬你家窗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